这是一头被五马分尸的千里马 仆人们正把它拼凑到一起 巫师把棒棒糖交给国王 他急忙跑过去 把棒棒糖插到马屁股里 用力轻轻转了三点九圈 随后拔下棒棒糖 老汗腿用力一脉 骑上千里马 紧接着一拉缰绳 千里马就活了过来 不停地撂卷子 差点把国王掀下去 然后一拉缰绳 千里马飞奔而出 一个跳跃竟然飞了起来 在皇宫里转了一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赤兔马 最后落到梁亭上 一声嘶鸣停了下来 国王抱着马头就是不松手 说愿意用任何东西跟巫师交换 没想到180岁的巫师 竟然喜欢18岁的公主 国王怎么能让女儿往火坑里跳 说什么都不同意 巫师非常生气 把发簪插到神女头上 随后念出咒语 手一抬 神女竟然睁开了眼睛 随后九条手臂就弹起了吉他 这时国王走了进来 巫师说这是送给他的小玩意儿 只见神女不停地挥动手臂 跳了支牵手观音的舞蹈 国王顿时眉开眼笑 跑过去一把揉住神女的腰 想把他就地正法 这时巫师一抬手 神女高高抬起左手 拔出发帆 刺穿了国王的右心脏 巫师就成了国王 王子得知消息后 坐上大船想逃跑 没想到巫师追了过来 举起双手用冲魔法 下一秒 空中乌云密布 挖起了三级大风 顿时波涛汹涌 油轮不停地摇晃 最终被掀翻 漂流了五分钟后 仆人大壮醒了过来 可找了半天也没发现王子 突然看到海边有个漂流瓶 他好奇地拧开盖子 可下一秒 就瞪大双眼 把瓶子扔到三米之外 顿时一股白烟冒了出来 男人捡到一只微信的漂流瓶 小手轻轻以用力 掀开盖子并惊一看 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 用力把瓶子扔出三米远 顿时冒出一股白烟 他被吹到地上 抬头望去 黑烟慢慢快速汇聚 最终形成个一米八的巨人 这么高的个子 竟然穿了条粉色裤头 他张开双臂 伸了个懒腰 指着大壮说 你怎么才把我放出来 害我被阎罗王困了整整两天 紧接着抬起四十一码的大脚 大壮急忙趴到地上 以八十脉的速度向前爬去 幸好抓住了大壮的灰指甲 眼见的地面越来越高 他急忙跳了下来 巨人又抬起左脚 向下踩去 大壮又趴到地上 幸好巨人速度太慢 他又爬了出来 对着巨人喊道 你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怎么能钻进那么小的瓶子呢 打死我都不相信 你曾经被封印在里面 别看巨人个子高 可智商却不在线 随后一声狂笑 变成一股白烟钻到瓶子里 大壮急忙捡起瓶塞 把瓶子塞紧 大壮得意的笑了两下 紧接着就想把漂流瓶扔到大海里 巨人说只要放我出去 我会满足你三个愿望 并以阎罗王的名义发誓 大壮这才把漂流瓶放到地上 一阵白烟过后 巨人穿着粉色裤头 又跑了出来 他双手握拳 跪到地上 就是脚丫子有点黑 随后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 大壮已经十天没吃饭了 捂着肚子说 我想吃妈妈做的哈尔滨红肠 巨人打了个响指 把巴掌大的小手放到地上 大壮急忙跑过去 爬上小手 看到外苏里嫩的香肠后 顿时流出了哈喇子 美美的吃了一顿大餐 吃饱后 他想去找王子 黑眼才能知道王子在哪 于是巨人带他去找千里眼 男人捡到一个微信的漂流瓶 里面封印着穿粉色裤头的恶魔 为了获得自由 他愿意实现大壮三个愿望 可一阵白烟过后 竟然跑出个一米八的巨人 大壮跳上巨人的肩膀 抓住他的马尾便 随后巨人双手一伸 像飞机一样飞了起来 速度高达八十脉 大壮吓得瑟瑟发抖 穿过千山万水 五分钟后看到一座宫殿 巨人飞了过去 跪到地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推开大门 把大壮塞了进去 他想拿到菩萨额头上的千里眼 而千里眼被两只巨兽保护着 可为了找到王子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抓住绳子 爬上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快爬到顶端时 一只五条腿的蜘蛛掉了下来 大壮跟他展开了搏斗 他举起以天剑 哭斥一下砍断蜘蛛一条腿 随后抓住绳子往下落 又一剑砍断蜘蛛的威亚 蜘蛛就掉了下去 成了章鱼的早餐 他从眼睛里钻了出来 爬上眉毛 终于取得了千里眼 来到门口 巨人一把算住他 把他抓了出来 透过千里眼 看到王子在一处悬崖边 巨人带着大壮飞了七七四十七天 终于找到了王子 他们非常高兴 透过千里眼 王子看到公主被关了起来 想过去救公主 大壮说那你快去吧 下一秒王子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巨人以为 这是大壮的第三个愿望 随后巨人就飞走了 而王子来到皇宫 也被侍卫抓了起来 大壮说 我只能袖手旁观 什么都做不了 于是把千里眼摔了个粉碎 一阵天旋地转过后 他来到一处神秘的空间 这里有七个小老头 对着大壮行了个大礼 原来这里是神族 大壮是新的国王 他为了救出王子 把后裔神功和飞坦拿走了 他骑上飞坦 拿着神功 来到皇宫上空 先射中刽子手 巫师见神功太厉害 骑上天马想跑 大壮举起神功 对准巫师 正好射中他的额头 王子和公主终于走到一起 这是1940年的电影 取材于《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故事 虽然现在看特效不止五毛 但当时却是一部剧主 曾获奖无数 如果是你 你想许什么愿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员